女宇航员突然惊恐地发现 破损的空间站外墙里已经有一具尸体 而根据尸体的宇航服判断 对方是距今30年前的苏联人 女宇航员杰拉难以置信 就想去将尸体抓住 可尸体在他之前发单时就已经飘走了 回到地球后 杰拉赶紧将此事报告上司 就在刚刚空间站遭遇不云目的袭击 杰拉的好朋友小黑因此生 杰拉觉得那具苏联人尸体就是此次袭击的罪魁祸首 可上司却直接否认了 首先人类航天史上没有一个宇航员死亡 其次是尸体在太空中不可能完好的保存30年 并且在杰拉遇到苏联宇航员尸体时 他身上的摄像头刚好没有信号 所以这件事也没有证据 杰拉白口莫辩 而就在他郁闷时 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之前在袭击发生时 杰拉明明听见了空间站内的警报声 可现在他的队员们却都说没有听见 上司调出当时的录像 发现队员们并没有说谎 他觉得可能是这次袭击使得 杰拉精神上出了问题 要杰拉好好休养几天 杰拉无奈 当即决定带着女儿回家散心 但在走之前 他想去小黑灵前祭典 可在安慰小黑妻子时 他却叫错了对方的名字 看着队员们诧异的目光 难道自己真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吗 杰拉越发烦躁 他当即带着女儿回到了家 女儿想让杰拉给他讲故事 可杰拉不知怎的 他这次回地球后看见女儿 却突然有种莫名的陌生感 所以他拒绝了 让女儿自己睡觉 自己则来到屋外欣赏叶子 却不料就在这世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 远处竟然传来了女儿的呼救声 杰拉难以置信 赶紧跑回屋内 却发现女儿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难道刚刚听见的声音 也是幻觉吗 杰拉再次来到屋外 可女儿的呼救声 还在从远处传来 为了弄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东西 杰拉于是顺着声音长过去 穿过刺骨的风雪 不知道走了多久 杰拉突然发现 一栋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房子 出现在了他眼前 但奇怪的是 当杰拉靠近房子时 空中的雪花纷纷暂停 杰拉缓慢地推开房子的门 发现连里面的陈设 都和自己房子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破败不堪 像是已经荒废了很久 而自己家墙上挂的是天使画像 这里却换成了一副恶魔堵 就在杰拉思索时 楼上传来声响 杰拉赶紧走了上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衣柜 柜子上还挂着杰拉女儿的项链 声音正是从里面发出来 杰拉慢慢来到柜子起来 小心翼翼将柜子拉开 里面竟同样是他女儿 杰拉呆住了 看着柜子里女儿被冻得色色发动 杰拉以为是女儿为了捉弄自己 之前假装睡着悄悄跑过来 她没有多想 立刻就抱着女儿原路放过 杰拉回到自己的房子 可没想到女儿却说了句 让杰拉目不着头脑的话 杰拉以为女儿是动物 于是赶紧去给女儿放热水 想让女儿洗个热水澡 可当她替女儿脱衣服时 杰拉却也不自主地说了句 杰拉点燃蜡烛 就要去给女儿找衣服 可没想到她却意外发现 自己的女儿依旧在床上熟睡 没有醒来 那么浴缸里的女儿又是谁呢 金姐彻底懵了 她快步走到浴缸旁 就想验证自己从外面 带回来的女儿身份 可当她在走进浴室 女儿和浴缸中的热水都不见了 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梦见 从来没有发生过 杰拉慌张地呼唤女儿 这时熟睡的女儿被吵醒 她来到杰拉身边 杰拉赶紧抱住了她 可片刻后她就察觉到 这个女儿身上的气味 和自己印象中女儿的气味截然不懂 女儿也很奇怪 她感觉妈妈不像以前一样爱自己 直到这天 女儿遇到了一个神秘老人 而老人则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真相